以及今晚会陈主委 以及人事局务务局长 以及我们研考会朱主委 以及各位长官 请一下陈主委好不好 我们请陈主委 主委你好 主委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您记不记得 现在讲到国内的厂商的竞争力问题 我们当然知道 最近台币的升值幅度蛮大的 许多外销的厂商 大家都觉得这个叫苦不易 不过我觉得 其实整体的国家政策 不管是这个货币的升于扁 中有一方得利 一方没有得利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 2009年的时候 距离现在已经两年前了 两年前金管会曾经表示 会和中国人民银行 希望能够建立这个 这个在ECFA签订之前 建立货币清算机制 讲了 喊的喊 振天驾想 讲了很多 希望在ECFA签订之前就做 现在呢 ECFA延签了 签了已经快满 在几个月就 就就就 就已经 说以通过 以债利法院通过来算 再几个月就满一年 那货币清算机制在哪里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 你要不要告诉大家 这个货币清算 这是中央一拿的权限 然后呢 对口也是大陆的 是没有错啊 可是 可是 可是金管会在2009年 有这样讲 如果没有错的话 金管会 我觉得其实您刚刚提到 有一个一个部分 就是说 在金管会的委员里面 不需要放中央银行的代表 那中央银行的这个 这个理事里面 也没有听过回答 因为你们本身就有一个 一个清楚的一个对口 那既然有这样清楚的对口 那银行又是这个 这个金管会主管 那么银行有这个需求 文练的场上 有这个殷切期的 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能够敦促央央行来 来来去建立 而且 坦白讲 这个央行也 彭总才在日前提过了 所以希望说 这个把这个 这个 这个人民币啊 能够考虑放进 这个外汇储备 所以我觉得 其实银行有这个需求 你又说银行在 这个这个部分 是他主导 那金管会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跟公伟报告 实际上有没有这个压力啊 厂商有没有跟你反应啊 银行有没有跟你反应 就金管会的立场来讲的话 这个金融业呢 它是指的 如果说能够去 承办 这个 一些这个人民币业务啊 特别在境外这个部分 这个其实对他们 医务的拓展是有帮助的 所以基本上面 就我们的直悬范围之内 我们是在协助他们 那 这地方当然 所以 你会觉得 央行比较不积极咯 不是这样 就是说 最后一定牵涉到这个 人民币清算的这个问题 那这边牵涉到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呢 我们也把厂商的 其实厂商意见 大家反应的很多啦 我想 央行那边也很清楚 那其实在期待汇报上面呢 我们这些相关的讯息 中央行业团大概很多人清楚 你觉得 中央行业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尽管会有没有大概了解 常常跟你反应 或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银行跟你反应 我们有大概出钱的这个计算估计啦 这个 如果不早一天建立这个货币清算计算 光是会损 大概有多少影响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一个看法 这个哦 这个牵涉到很 牵涉到你这个清算的内涵是如何 它有很多专业面的 我知道 所以你如果说一般的普通的现在这个 一般像这个现金支付这块的清算 那其实比较单纯 以我国外其他 其他主要货币的这个清算计算 再来的话是资本账的问题 那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中央行业团 它会整体考量啦 因为其实货币清算的问题 专业性是很高的 那因为我不是主管这方面的义务 我们基本上 你竟然清楚表明 这不是你主管的业务的 你不主管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把这个责任 只是问题说 你在2009年的时候 那时候金管会已经表明了 这个高度的意愿 希望说能够做 那么到现在 这个央行也没有签诚 那显然是觉得说 显然是觉得说 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 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或者没有那么急迫性 对国内影响不够大 那金管会就站在这个业界 跟这个银行界的立场 有责任去反映说 我们影响多大啊 我们在阴阴期盼啊 这样子对我国的整 好不容易厂商 好不容易去外国赚了一些人 一些钱 好不容易去把产品出了到中国大陆 然后能够这个赚了一点 一点一点银头小利 好不容易才把这个 这个少说签单列出来 能够省掉一点税金 结果通通在汇损上损掉 那不是很可惜吗 那你有没有 你只是说 哎呦啦 厂商都有反应啦 银行也都反应啦 那问题是金管会的态度 我金管会的态度 我刚刚已经跟文外报告 我们是支持的 而且我们也把这些 配合也有消极的配合 跟积极的配合 我刚才觉得你们太消极了 我们当然是积极啊 我们把相关的讯息 其实中央院长那边完全了解了 那我想 所以说你们业务联系汇报 你们都有提过了吗 这个都大家都很清楚 那他们还是不在意 其实这个 这个货币清算 其实他有很高的专业性 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中央院长他有全盘的考虑 那我这边的话呢 其实我对 我这边比较直接有关系 就是银行业 他办理人民币业务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我这边是有一部分的监督权 但是呢 还有一部分的是要跟中央院长协调 是 那我们现在也这个协调了好了 就是说 针对他的这个境外的部分 境外金融这个部分 也可以来做人民币业务 这部分跟中央院长协调 中央院长这部分 他也很这个 愿意接受 愿意接受 那这块也让他们在 那当然相关的法规是在修了 我们会尽快把它修 有没有一个时程啊 以你可以影响的部分 以你可以主管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快来处理 尽快的处理 这个这个部分 我们不会去耽搁 因为其实我们很了解 这东西对厂商有利嘛 嗯 而且对对 不只对银行有利 对厂商也有利 对啊 其实是一个多盈的局面 那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是很支持 那就是说 相关的 还是有一些这个 程序上面要去处理嘛 还有一些法规作业 这我们尽快来做 这没问题 好吧 你这样说 我们只能够 能够希望说 能够这个尽快 不要说在两年后 还在问你们 不不不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会尽快来处理 另一个问题啊 中国大陆这边啊 一年期的定存利率 这个是很清楚 网络上都有 3.25 台湾的一年期的定存利率 1.27 1.275 这是排高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国人 或是有些人 就有一些很高的意愿 希望说能够 这个去开设人民币的外币账户 或者说怎么样 这接着去在香港 去香港旅游 或去其他境外旅游 是开设这个 那您觉得 而且甚至在网络上 已经有人开始推销 这个存款形式的人民币保单 你今晚会的态度是怎么样 你是取缔 是鼓励 还是不闻不问 还是因事利盗 这个也牵涉到人民币的问题 也是牵涉到两国 就是牵涉到这个各国的 这个货币管理的问题 那我跟黄婉宁报告 其实呢 人民币它本身也有境内境外的问题 是啊 那如果说牵涉到这个 可是你也不能否认台湾 跟中国到每年的 这个往来的这个履次 非常非常高 我跟黄婉宁报告 那你如果是在香港的话 香港是属于境外人民币 那如果这个 那个利率没那么高 我和两岸 利率没那么高 那人家直航就过去了 不一定要不要谈在香港 那个牵涉到你 那你如果要到那当地去开设 这个人民币账户的话 那牵涉到有一些规定的 那那就牵涉到境内的规范 嗯 这个境内的规范可能不是我们 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样 第一个 国内的资金 国内的民众 有想要去那边存钱 那就是资金外流 我跟黄婉宁报告 自己这个什么资金 这个流出管制的问题 因为大陆那边 他还是有这个资金 资本门流出管制的问题 是 所以你现在这个 如果说是外国人的话 要这个资金流出到大陆 这是管制的 所以他也要透过机构 投资的什么各方面进去 那也是 所以我们保险进去 也是要透过这个机构 那我是直接了当 简单请问一下 网路上这样子人民币存 存款型保单 投资型保单 合不合法 如果没有经过我们核准 当然不合法 不合法 不合法 而且这个商品呢 要不要 这个商品现在设置的话 可能都还没那么容易 不是 我说网内是国内 网路是国内的网路啊 国内的网路啊 我们现在还没有核子 人民币保单 没有核任何一张 对对对 所以这边的保单 那基本上会 它都是漠视 取缔 还是 反正这是NCC的责任 我们也要让民众知道说 去买这种人民币保单 是没有保障的 它没有保障的 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在取缔 而且我们会继续取缔 你们会继续取缔 我会继续取缔 那你们会 会会 会广为宣导 不要去买这种 是是是 最主要是他 因为应该讲 我们对他发行者 他的那个什么 那个营业行为 我们没办法掌控 是 所以这个民众的权益 其实就没办法确保了 最主要这个问题 好 谢谢陈主委 接下来请石主记长 我们请石主记长 主记长 黄委员好 主记处的机关稳定性很重要吧 昨天其实吴院长来的时候 应该 应该请问 还是时间不大够 但是我想请问的是什么 主记处在 4月24号 告诉我们说 要公布第一季 和全年GDP的预测的时候 预测说 GDP会从4.92%往下修 主记处公布了 主要是为什么 因为受到日本地震 和全球不景气的影响 4月24号这样讲 29号的时候 又说 不对啦 GDP要往上修 修到5.04 是 那我们知道 为什么 因为这个追加 追加预算要送到理法院 那追加预算的理由 说我们要调薪的原因 是说我们经济成长 看好 那主记处 为什么在前后差5天 对于经济成长的预测 由下修变上修 你这个主记处 为什么会 好像这个初115的月亮一样 不用到初115啦 短短5天就不一样 你可以告诉我们 是跟黄委员说明啊 所以叫醒来突然发现经济成长 看好 不是 不是 我们是4月29号发布的 至于4月24号爆载 那我们不了解 那个 那个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4月29号发布的 我知道啊 4月29号发布 但是我们4月24号 没有对外说明啊 没有 没有 如果有爆载 你知道吗 这回事 我们看到爆载 我们不晓得怎么回事啊 那你们就默示 没有 因为我们马上就会公布啊 因为我们那个 呃 那个经济成长 你们有没有告诉大家说 都有预告的 都有预告时间 在我们网站上 好 我知道了 那你面对4月24号的这个爆载 而且点名的主记处的预测 将来会往下修 你们都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那不晓得 它是 它是怎么来的 也不需要澄清 因为我们马上就 呃 那个4月29就要发布了 哦 是 那所以说让人家有不不不不不正确 如果说他们点 他们如果没有点了你的名 如果是某个机构 哦 或是这个爆派 哦 记者的 或是媒体的这个 他自己的预测 那是他的他的一个一个讲法 可是他点了 主记处将会 哦 在4月29号公布的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往下修 其实你们也都不痛不痒 我们觉得其实这种态度 也不对 是 那谢谢 我们再检讨一下 是不是 如果人家 你用主记处的这个讯消息来源 好了 我觉得其实这样对主记处的专业形象 跟专业的地位 跟他的公信力会 也会往下修呢 是 是 我们检讨来 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能够检讨一下 是 谢谢 好 谢谢主席长 我们先请图形哲委员